先给股东发33个亿,然后再上市找股民要30个亿 这个算蛮打的,那这是整个韭菜地都能听得到 任谁听了都得夸一句,活颜嘛 最近在上市排队名单上有一家叫海湾化学的化工企业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因为它的出手十分慷慨 这个招股书里显示了,这个海湾化学在2019年到2022年是连续发了4笔的大额分红 合计分红了33亿元 几乎呢,就是把这段时间里所有的净利润都给分了出去 而同时这次IPO,公司要计划募资30亿元 其中的27亿元用于建设化工材料生产项目 3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那算起来光这几年分红的钱比它募资的总额还要多 相当于公司想间接拿股民的钱去发给原始股东啊 公司上市的目的是说要满足扩产的资金需求 但是如果你之前不大笔分红,那这30亿不就不缺了吗 有必要上市吗 上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难道说是想把公司卖给散户吗 而且还有其他的疑点 四年分红30个亿 听起来公司不缺钱哦 但实际上公司现金流挺紧张的 大笔分红的这三年期间公司的负债率 从42%上升到了63% 那就相当于公司一边借着钱 一边在大笔撒着钱 如果说公司如月木到30亿 那整个事情就变成这样了 公司在不断的增加负债 但借来的钱没用于生产 而是用于分红 最后呢再上市找股民要钱 要来了钱以后呢再投入生产 顺便把之前借的债给还上 这就难免让投资者质疑他上市的动机了 良好的生态应该是各方齐心协力 上市的目的是为了把公司做好 如果说拿了投资者的钱 再给投资者应有的回报 哪怕是结果不尽如人意 也不会有人苛责你 但如果说你一开始的目的 就是为了快速的套现 那就会对市场的生态 和投资者的信心造成严重的破坏 如果说所有公司都这么搞的话 那散户真的是很难看到希望了 不过好消息是 现在投资端跟融资端的平衡 已经在得到重视 IPO的排队名单当中 就有很多异常分红 跟其他异常情况的公司 已经终止了上市的脚步 只有少一些一夜发财的人 我们散户才有机会发财呀 我的个人负债加上 家里的负债大概是400多万吧 我是96年出生的 投资了我好兄弟的一家口肉店 然后开店的总投资是146万4 前年后后就亏了187万4这样子 开出的最高工资 就是从东北过来的 我们的运营经理 一个月就要2万块 像厨师长 一个月都要1万块左右 没有控制成本吧 最后倒闭了 然后我就亏了这么多钱 再加上我父亲生病这9年 以及我母亲也投资出问题了 所以说我们家里 现在大概负债400万左右吧 大一下学期到大四的时候 自己撞过一些钱 然后曾经给家里面 每月还几万块 然后也算是年轻有为过 前来之后生活发生啥变化呀 前来以后反正我是不怎么 怎么敢去设计我了 也不怎么跟以前的朋友联系的 我怕他们以为我去找他们借钱的 不敢谈恋爱 不怎么敢和女孩接触 就每天把自己困在自己世界里 那后不后悔自己当初做这个决定 说实话非常后悔 后悔自己的 有一段子就真的特别想不开 我想就是让自己一走流之之吧 然后觉得创业了就一定会赚大钱什么的 在我父亲身边的九年创了很多业 然后经历过大起大落的 这个大起大落其实对人的精神造成的打击其实挺大的 我今年27岁不敢奢求自己去撑家 也不想成为另一半的负担 所以说我就一直还是自己这么一个人的 然后想着再找找机会 然后能把债钱都还上吧 然后再去追求自己生活 就这样 然后把父母照顾好 你们知道现在有多难吗 现在的倒闭潮 教宣潮 事业潮 财员潮 房地产的各个维度的这个排列 这些通通是你们在互联网上都看不到的 你们感觉只是自己 其实在这个红产当中 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环境下去大批量的这个事情 最近我刚刚调整了一下 我和自己我孩子的这个学习成长的这个战略 因为未来的这个人才的这个需要 你想要通过学习换出一个模样 真的很难了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 我们家的传统的这个路线 孩子在社会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比如说英语的能力是必须要会的 你比如说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看那个 那个编程就知道了 对不对 全部都是英文 这个东西是孩子必须要会的 那么其次是个会计 一个人的话一定要懂一些经济学 或者是会计 这是这是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基本配置了 然后呢 其次一个能力就是谈判说服的能力 这是三个在红产当中安身立命的这个能力 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然后呢 他可能会走什么样的路子呢 如果说条件允许 他自身的学习条件允许的这种情况下 就让他一直上一直上 但是如果说哈 按照我自己给他铺的这个路子 他可以走自己的这个路线 如果说自己的路线实在走不下去的话 我们规划的是第二条路线 我们家里有这条线 有这条线 他再次再次 他差不了哪去 就是铁饭碗 他最起码有个字叫做铁 能不能一样 他可以 就是给到他的起点 不能算是很高 就是最次最次 差不到哪里去 还有你们现在就是不要乱花钱了 我今天我在朋友前我说了一句话 就是现在衣食住行 你们知道哪个位度花钱最少吗 是吃 哪怕是你吃的最好的这个食材 他一个月 他也花不了哪里去 千万不要学别人 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面子上 我告诉你 过日子 过的是什么 你到时候你能够拿多少钱出来 我身边的很多人 日子过得光鲜脸利 但是你让他掏钱 我告诉你 撒瓜俩走都掏不出来 这是真相 所以说 真真正正过日子的人 绝对不会活在那么虚无缥缈的这个维度里面 除非你也傻 你也只看在这个维度 人家在收割你 我92年 33岁 单身 大学毕业近10年 2023年初决定参加2024年考研 然后就放下了所有的一切 全心全意的准备24年全日志 研究生考试 时至今日 考研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我高中学的是理科 大学学的是工科 考研选文科 因为高中毕业之后 就没有再好好学英语了 所以被考试 从很简单的词汇开始学起了 政治也基本上是从常识开始捡起来 专业课也是从小白开始 一遍一遍的把教材盘到包疆 然后慢慢的去吸收知识 背考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会有很多深夜流泪的时刻 掉了很多头发 吃不好饭 人也长胖了十多斤 我以为自己其实是更加重视 背考的过程 并不在意背考的结果 但是考研结束以后 我给自己雇了分 英语发挥的不理想 想到这一年的付出 很可能没有回报 还是会觉得有些伤心 考研的成绩要到二月底 才会公布 三月中旬才会出国家线 四月才会有复试的结果 六月才会下发录 去通知书 对于二十岁出头 还在校园里的考研人来说 可以做工作和复试的量手准备 但对我来说 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就很难做相亲和复试的量手准备 因为我曾经是一个互漂 但买不起上海的房子 就在老家买了房 交房的时候 装修回到老家又赶上了疫情 就没有再回上海 但其实很长时间 我也无法适应老家的生活 所以这次考研 我又报了上海的学校 一旦被录取 就要花几年的时间去上海读书 所以现在也不能考虑在老家相亲 但是上海的房价太贵了 我想即便是我考上了 毕业后也喊他留下来 最后还是要回老家 到时候我可能真的 要35岁往上快40岁了 大林考研这个选择 我其实不知道是对是错 因为哪怕是一站就成功上岸 也意味着从被考到录取的两年 以及读书的三年 你的人生有接近五年的时光 是很突兀的 尤其是对单身女生来说 这很可能意味着 你会错过最适合结婚的年龄的 末班车 我也不是不想结婚 因为有时候一个人还是觉得很孤独 渴望有个家 但也是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去结婚 因为即便不去读研 因为我的条件 也很难在老家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所以说可能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的 至少结婚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孤独 90后95后终于开启了段子绝松的时代了 这句话可能说的有点严重 但确实代表了一个趋势 在这里啊 我不敢说有些东西不对 但是年轻人不结婚 不生娃 不买房 不买车 对于他们可能是对的 年轻人算是看明白了 比起不堪重负 一地鸡毛的生活 他们更在乎的是吃进嘴里的每一口美食 每一次说走就走得洒脱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轻松 生活本来就是自己的 本就不应该被传统的东西绑架太多 自己开心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难道不是吗 都说浙江好好是好 可压力也不小 这都临近过年了 挣点钱也别想带回家 受保费又调整了 苦了像我这种临回就业交的人 来我们什么都自己承担了 这又上涨 你说上涨就上涨吧 之前交过的还要再补 从7月份补到11月 之前是交792 性调到892 一个月多交101 那五个月是要补505 再加上医疗这样算下来 一个月都要1300多了 你们说这划算不划算 我都想停了 不交吧又不划算 已经交好几年了 再交吧 他们又说没意思 我自己也觉得压力有点大 三个孩子 人家不是说吗 不管你工资高不高 就怕你家孩子背书包 我家还三个背书包的 其实说实话 在温州内安 像我这种最底层的人 生活压力也挺大 以前回江西 人家问我家哪里 我说浙江 他们说 哇浙江发达地区 你真会挑老公 后面他们问我家哪里 我说温州 他们又说 温州都是老板 你老公是做什么生意的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 他们问我家哪里 我说内安 他们说内安是哪里 我说浙江的一个小地方 不过吐槽归吐槽 还是交吧 给自己以后老了一个保障 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 就当是给孩子以后紧轻负担 本来我也不想交的 我妈妈以前买了保险 说实话确实给我紧轻了压力 你走路你 我妈妈 我妈妈妈 我妈妈妈